歡迎收看南投好魅力,我是阿土 身為一個草屯人卻沒有發現 草屯原來有這些店家 究竟草屯有哪些特色店家呢? 就讓我們來看看 先來看看今天有哪些夥伴 68.吃爆豬肉的豬肉獵人 61.吃東西都會滴到衣服的蝦軟獵人 阿文,吃火鍋都會把湯喝完的火鍋獵人 首先來到草飯傳人 草屯炒飯第一把膠椅沒在誇張 各種創意口味以為老闆在胡鬧 吃了之後不小心嘴角都會笑 炒飯粒粒分明還帶國氣,不宜有他 創意口味,意想不到真的很搭 我想吃這個蒸蛋 這是雙蒸蛋開始吃嗎? 不知道他還有這個粥配料 我來吃一個很多蝦軟獵人 有時候去買壽司都一定會吃蝦軟壽司 現在去火鍋壽司也會點蝦軟壽司 滿滿的蝦軟 蝦軟在嘴上屁股屁股屁股的碎 他在那一碗三分之一蝦軟都被你趕在口吃掉 沒錯,好吃欸 蒸味很瘦欸 不好嗎? 很爽欸 蒸蛋味很辣 他有一坨一坨滿滿的蒜米在上邊 沒錯,然後湯很鮮欸 他喝他給超多 口罩很新鮮很好吃欸 而且口罩都有大顆 而且我們現在已經有點放涼了嘛 因為剛剛拍攝拍了一陣子 我覺得湯到現在都還是蠻好吃的 覺得它蒸味的應該很好看 才可以適應一下雞湯的部分 一隻雞湯的部分 斷不起來 對 有香菇跟 肉這樣算多嗎? 滿多的啦 感覺是一隻雞腿的量 好喝欸 雞湯的部分,給我 像媽媽煮的味道 加強的雞湯味 手控肥 夾不起來雞湯裡面每一塊都是雞腿肉 我就是台食料 沒有吃過咖哩蛋 所以我太爽了嗎? 很爽欸 它有個鐵板的香氣在 它蛋提了很多 所以它蛋的那個口感也很好 它蛋有兩種,一種就是蠻酥軟 又有恰恰 對,然後另外一種是因為在鐵板裡面 所以它有點恰恰,焦香味 好適合我小朋友來吃喔 我小朋友來吃喔 我小朋友都吃螢光咖哩嗎? 叫電化鮮 小朋友都吃螢光咖哩嗎? 開龍啦 有的像海灘一樣 哈哈哈哈 我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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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化鮮利光咖哩 甜蛋蝦子什麼盤? 超級巨大一陣盤 然後蝦子可以超多吃的 現在吃蝦子半部分 滴滴分明 它又鹹香鹹香 它那個最後 它又撒上一個那個 蔥的那個醬 喔那個味道好夠味喔 好爽 這感覺如果不是炒飯 直接給我一碗白飯給你 可以,很好配 吃它蝦子的味道 蝦子是新鮮的蝦子 口感也很好 這集不要被我健身教練看到 我怕應該可以試試看 我會台東有記錄嗎? 台東吃五碗 哈哈哈哈 對,我覺得金沙炒飯很特地 我覺得它的口感很好 它炒飯的口感是很好 它炒菜很多樣塊 它有那種日式小菜還有一碗 牛棒嗎? 對啊 然後蒸蛋 然後它另外一個是還有附 沙拉跟甜點 奶酪 可能一般的炒飯不會這樣子 而且其實它就算沒有配這些 它的煮湯分量其實就夠大了 超多的 我已經吃很久了 然後這個還有一半 我已經吃很久了 蝦仔還有茶很多 吃飽來去對面的翔哥茶灘 在中正路上的低調茶灘 其實真材實料不是一般 一杯就能外送超佛西美在騙 價格公道味道有料 不輸連鎖店 還喝啦 但是先喝從醉台開始喝 不是先從味道蛋開喝 先喝檸檬汐洗 不然它會沒氣 他說全炒的只有他們在做 他說他們的鹹檸檬送的鹹檸檬獎 只是用鹹檸檬片 為什麼 因為屏東買 會苦吧 是 因為檸檬片也會苦 對他自己講講 好愛 我看看 而且他說一般的鹹檸檬汐洗 都是投用水平 他是真的加漆檬 喔 對 有點重要味 是我們錯覺的 你自己錯覺 但是還蠻好的 嗯 它是真材實料 它就直接踩完 漆檬直接這樣全部倒下去 對 然後真的是跟外面喝到也不太一樣 嗯 我覺得我們有點敗股 就是 因為我們拿回來飲料一段時間 它如果再冰一點 應該會更好 好 下一杯 肺火稀炒 它是烏龍喔 好 它是烏龍 我看他們英文就寫烏龍 我覺得這可以蠻好喝的 就是一般外面的碳焙系列 就那個碳燒味還蠻重 有些喝起來沒有那麼順口 但它這個喝起來還蠻順的 碳燒味沒有那麼重 但烏龍的那個茶香味還蠻重的 會色嗎 不會 不會 不可以色色 對 它沒有色色 翔哥沒有色色 因為翔哥在吃 老闆喔 哈哈哈哈 好 不過這杯 還蠻好的 對 10分的話會給幾分嗎 8分 你會想要回購的嗎 沒錯 我覺得比連鎖店的 講話會 那個 你有沒有跟連鎖店的 我覺得比連鎖店的好喝 哪一間 哪一間連鎖店 就我常買哪一間 喜蘭鮮奶茶 它有四種口味可以選擇 然後它推理就是喜蘭的 嗯 茶味蠻好的耶 奶味都很重 它是茶味偏重的鮮奶茶 就是這種我還比較喜歡 因為像迷克夏就是 奶味煮的鮮奶茶 但這個就是一個人口味 那現在看個人也很有價錢 沒有 我只是跟大家講 稍微 用現有的東西來描述一下 大家比較好想像說 那個味道不然 這一杯給幾分 1.7分 平均起來 7.8分 是不是你自己說 東面 然後東面它有標榜式 用比較好 這個一杯 原茶不吃 用茶保險泡 然後兩三分 這個茶 豆豆 哇 茶葉茶的味道耶 berry day berry day 它的微微 因為會有那個茶葉的香 回散 對 它微微比較強耶 果然開始喝進去 好反而還好 對 但你喝 到這裡的時候 喝一款醋 那就是 整個跑出來 還會這樣 今天跑出來不炒飯嗎 不是啊 但真的蠻好的 完全沒有色味道 而且沒有讓我們家庭不會調 10分給幾分 就蠻好的 呃 大家如果 喝入了這個家庭店 然後來草屯 想喝一些在你飲料地方 可以去翔哥茶餐來喝一下 翔哥茶餐 支持在地親眼 好喝 讚 讚 接著來去八卦山上的東興屋 在南投和草屯交界 一覽完美景色 清幽的景色讓人相當放鬆 依靠上邊的座位讓你邊吃邊放空 還有可愛總裁療癒你心 各種菜色鍋屋炸物飲料還有點心 豬八戒豬肉鍋12盎司吃到你吐 德國豬腳又脆又Q甜飽你肚 超扯的超大 巨大德國豬腳 它還有附醬料跟酸菜 然後有三樣小菜 還有甜湯 還有一個褲丁 超扯的 太佛誇了吧 這是他們的招牌 德國豬腳地址 完高 這是不是皮尾很脆的那種 對啊 可能是耶 沿著皮尾切下來 塑膠 吃 吃解完了 超讚的耶 來 你吃看看 好 最外面是脆的 中間是Q的 然後裡面的肉又是嫩的這樣 對耶 感覺很好耶 謝謝 欸 它不知道醃漬什麼東西很入味耶 特別的醃料 嗯 我真的不要沾下來 可能 這酸菜好吃耶 它加起來很普通可是 看起來 莫名的開胃 不是一般的酸菜 不是一般的酸菜 它是感覺是可以 搭配這個去解膩 酸菜 感覺真的不是普通的酸菜 是流行花園的酸菜嗎 哈哈 對 好配合 嗯 每次都變三層了 可以 可以吃的話我想要 床家 八戒鍋物 欸 很屌耶 他說這個是12盎司 12盎司耶 好多喔 下岸 算是真材實料 然後這菜盤也超大一盤 這菜盤合理嗎 對 對 比例吃 多片肉一起吃得很爽 這套餐就是可以讓你大口吃肉 狂吃肉 你剛剛已經丟一堆肉了 剛剛還有這麼多喔 還有牙的肉 我的天啊 這其實根本就兩個人吃就好 你怎麼吃 你怎麼吃 我要吃吃 我只知道我快吃 快把我吃 真的 欸 不能不說這個主角 你不要讓我吃 哈哈哈哈 剛剛吃的時候 你站他一下 就還是很香 對 還是很香 還有戶外座位區 邊吃邊看美景 熱熱的火鍋配夜景 真是好心情 接著來去頂級品特色上海小龍湯包 主打湯包進尺手工沒有在演 絲瓜蝦仁湯汁飽滿又腥又甜 還有特色臭豆腐口味驚豔不已 蝦仁燒賣蝦味還帶湯汁有點新奇 還有麻辣牙血臭豆腐也是一絕 溫柔的辣恰到好處又帶後勁 蝦仁絲瓜 為什麼蝦仁絲瓜是要吃原味的 因為它的絲瓜會出汁 所以它會有絲瓜的甜味 你如果再沾這樣的話 會把它甜味乾掉 你當成是糖包系的 嗯 嗯 嗯 絲瓜很鮮甜欸 真的假的 嗯 這個絲瓜就是好吃的 蠻好吃的 我覺得這個比頂插風好吃 你不要 沒有沒有 絲瓜蝦仁的我覺得比頂插風好吃 好不然他會被偷笑 真的欸 可是這個有沒有就沒有了 好試試試 現在是獨家的臭豆腐味 我跟你講下一條 第一次聞到湯包是臭 我現在有點怯復喔 我現在 欸 你有吃過臭的湯包啊 怪怪的 聞起來有點怪怪的 欸 有點酷欸 這好吃的味道欸 它就是那種湯的那種臭豆腐的味道 不是炸的 它是湯的那種 臭豆腐 可是有些它是會那個 肉末在上面 它有點像把那東西包進去 所以要吃進去的時候 吃到那個臭豆腐的肉末 對 然後這個辣也蠻香的 味道還蠻重 可是 我剛剛也沒想說沒有很打扣 我現在吃到我媽媽 我覺得 好像吃得有點大 是不是真的臭臭的 喔你真的臭臭的 剛剛我講沒有 可以對 蠻特別的 我覺得你聞起來 好很多 吃下去又是那個臭豆腐的香味 我們來吃一下這個 鮮蝦燒麥 有沒有 金銀季厚 整隻肉出來 夾起來的時候吃就跑出來 是不是很合理嗎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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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就是燒麥 一種的 糖豆腐 對啊 嗯 老闆這真的是燒麥嗎 為什麼還要糖那麼多 我們跟肉餡其實我沒有 燒麥的肉其實跟康包的肉其實差不多 那只是稍微再稍微再改改 因為其實包把不一樣 其實點心的東西就是 變化很多變就是 你可以一樣的東西 但是你只要包把不一樣 了解 所以故意就是讓他要那麼多隻就對了 對 因為其實康包 為什麼叫小龍康包 就是 要吃要多 鴨鞋臭豆腐 你們現在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我老婆的 馬上就來吃看看這個 鴨鞋臭豆腐的部分 我們就有請 炒團小辣妹來試試一下這個 我是大辣妹 大眼不慘欸 怎樣嘛 你們有什麼都說什麼 我的小龍包 這小龍包大辣辣辣辣辣辣 那我今天算太多了 你說不然 要露一點的東西 鴨鞋 最喜歡吃鴨鞋 嗯 這樣 有衣服嗎 OK 哈哈哈哈哈哈 好吃欸 這有點藥上味 不會辣嗎 不會 我就是平常有在吃辣的話 可以解釋 嗯 鴨鞋比較 喔 這湯 雖然說喝這湯 很不健康 但是蠻好喝的欸 這是溫和的啦 嗯這是溫和的 啊越吃越辣 但是好吃 越吃越辣 夠臭嗎 我覺得他剛剛好 他不會太臭 不會讓你 覺得說 唉呦 這一口很敬眼 可是你會覺得說 好像可以硬吃 然後他裡面那個孔式超多 好像在王子麵 背吃豆腐了嗎 沒錯 我裝來背吃豆腐 你說什麼 你很能背吃豆腐 我裝來背吃豆腐 哈哈哈哈 這豆腐很好吃欸 不吃豆腐了 你都覺得豆腐好吃 沒錯 請問為什麼不吃豆腐 你一直被他吃豆腐 你怎麼還會想要再吃豆腐 哈哈哈哈 在錦泰豐工作13年 從台北來到草屯 開業的老闆 目前有什麼心路歷程 想跟大家分享嗎 這一個部分是因為 在錦泰豐的時候 是很多人 很多人一起包 對 啊可是現在我們自己 有一個開業的話 我一個人從頭告 也要拚購所有事情 又要備貨 所以其實 因為我堅持手動 所以變成說 我每天都是盲告 就要把我門挖 然後隔天 又要著急去被貨 等於自己 捅包全部的東西 這樣子 那 有後悔離開 底太豐嗎 其實說真的 在那邊就差不多已經到頂了 卡太疼 上不去的 所以就剛好卡在一個 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去的 一個位置就對了 所以大部分人就會選擇 在這個時候出來 開業 或是去外面 去其他地方 你可以學到更多的料 尤其是上來點進更多 就是誰人家過要過 目前在這邊 對阿 你從早上十一點開到 凝晨一點 其實會做蝦餅的原因是 炒藤蝦餅少以外 也是開根開著 天背什麼的 也都是照蒜 喔 懂你意思 蝦減賣 推薦大家來這邊 吃燙包吃宵夜 好吃 好吃讚 最後來去炒藤火烤兩吃和月居 火鍋和燒烤讓你一次滿足 依據自己喜好看你要吃鍋還是要吃烤 自助區多樣蔬菜火鍋料給你吃到飽 各種飲料甚至還有羊汁甘露 雙淇淋冰淇淋都有小心停不住 若凡這份量看起來是沒在客氣 賺入滾湯的湯頭市場國務好戲 烤盤加入各種蔬菜肉類火熱翻炒 再來個泡麵升華成炒泡麵吃了沒煩惱 欸 啪滋啪滋的耶 火烤兩吃 啪滋啪滋 爆炒石頭鍋 嗯 火烤兩吃 還蠻好喝的耶 因為蛋白的甜味 還蠻好喝的耶 蠻好喝的耶 雞肉鍋很可以喔 拐拐拐 它有鮮的鮮甜味再加上奶油味 蠻搭的耶 有兩種層次耶 它蛤蠻是肉剝的蛤蠻 蛤蠻好吃耶 蛤蠻的它的肉蠻飽滿的 它有花兩吃的優點 所以你可以肉只有烤 那你的湯就會很乾淨 喔懂懂懂 湯就拿來煮菜就可以喝湯 喔真的耶 就不用拐錢煮完肉之後 湯就會露出來 因為只有烤到一樣吃你菜不知道 這個要用炒的 這個要用炒的 對對對 像我們有的客人他會弄炒一炒之後 跟菜一起拌炒 好 然後炒泡麵的話就是喜歡吃的食材炒一炒 然後加沙茶加蔥花 拌炒之後麵泡絨要拿進來一起拌炒 哦懂懂懂 等一下是不是要炒到泡麵吧 希望不會被我的健身教員看到 剛剛想說這個它是可以炒蔬菜的 所以我們想說那直接把它拿在這種 紅菇烤肉一樣 我拿了一大盆的蔬菜 色香味取全 它那個鐵板燒 鐵板燒重點應該是醬料吧 所以我剛剛特別調製了我們中國醬料 再去 來一點新香料的感覺 這可是好像會用炒麵嗎 喔對耶 你好像很專業耶 等一下會想讓它靜置一下 喔靜置一下 每人都靜置一下 要靜置多久 這時候要加入肉片 這看起來滿好脆的 對啊好像越來越有 越像樣了耶 越有香味 小土特製 炒炒炒 嗯很脆 口感很好 好 鍋氣嗎 嗯 鍋氣很爽 加那個醬是不是還不錯吃啊 有像夜市蒙古烤肉的感覺 為什麼耶 就是環節看有沒有夜市蒙古烤肉的味 色澤有像嗎 色澤有像 吃一下櫛瓜 欸 這個香氣是有的耶 炒得有推順 好吃嗎 好吃很下飯耶 欸找到火炒彈的那個 很下飯 這個是要配著菜一起炒耶 然後可能加一碗飯之類的 那我現在馬上就成一碗飯 開吃 這個焦點好了 加一點點高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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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對 喔對對 好好好 喔喔喔欸 有欸有欸 顏色有出來了 香味也出來了 自熱的這個 鍋隙有沒有 喔�喔喔 彈筷的味道很好 OK 喔喔喔喔olate有哇 meno 嗯 aun鮮 對口是很好的 麵的那個香 rental 那個炒麵乾湿 吐灘泰的脆� 都是那個香草的 這是有點太鹹 天水喝多一點 那個肉有沒有 有amiento的香味 可是 cái第二層大 뜻也滿好 萬 compex他們那個你 我覺得它還算很快 嗯 好鹹好好吃喔 老闆娘推薦那個 精華菇 精華菇要用炒的 欸炒的真的有那個鍋氣有差欸 那煮的蠻好吃的 好 可是這炒泡麵真的好吃欸 好吃 想不到草屯有這麼多用心的店家 祝草屯的你趕快去吃 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上廁所都有衛生紙股票都會漲